好的 那今天呢 我們是邀請到這一位 可以說他打擊好 跑得超快 人氣非常高 你說的三拍他全部都有 可是一個重點你沒有提到 是什麼 他的外型 哎唷 他有個稱號 叫做國民男友 你看看是不是 掌聲歡迎王威晨 大家好 我是威晨 你打招呼就好了 你不見得要拍手啦 你不要管來賓啦 奇怪了 我更開心我更興奮 真的 因為這個節目開錄了那麼多集 第一次訪問到 跟我有學員關係的來賓 難怪 你們兩個一起穿白色 對 其實我們在私底下就是私賴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穿什麼衣服 為什麼要排集咧 一定要排集啊 我們還是要問一下 威晨這邊 所以以前是把它當興趣嘛 就是你有印象以來 你就是開始會丟球 但沒有想到以後 會成為職棒選手 那夢想啊 我相信每個 那時候的小朋友都是夢想 希望可以 因為很多親戚都是在打棒球 嗯 因為爸爸自己就是職棒球員 還是會期許你往職棒發展 沒有因為說我走得很辛苦啦 那你就不要走我走過的路 其實他們對我蠻 蠻放得開的 也有點算讓我自己選 但是我就是從小 因為他們的關係 然後就從事運動 然後就 也跟著就打棒球了 其實他們這個家族 也是算是我們那個初裝的一個 運動四家 從就祖父啦 到父親這邊 包括他們在這一代 幾乎都是從事運動 包括他們的一個親戚朋友 不當然是從事棒球 甚至於從事籃球 都是運動員就對了 對 當然很自然而然 這就是剛才威臣講的 他全身上下都有那種運動的一個機遇 而且我還想問一個 就是媽媽是不是短跑選手 對 所以你有沒有可能是因為你跑得很快 是遺傳媽媽 然後打球打得好像是一萬八八 我想這應該有可能 這應該也是有可能 這個我有意見 怎麼了 他從我認識他跟他父母親之外 他老爸從來不承認說 他的一個 跑裡的一個速度那麼快 是遺傳他媽媽 為什麼 都是他爸爸說他的速度 是很快的 爸爸想要注意 腳乘很快 是速度型的 腳乘很快 這個應該說這個 跑步的速度很快 不是說 抬腳的速度很快 速度很慢 我有聽他 之前說過 他是換的速度很快 對 但是跑起來的速度很慢 就是很對 他都這樣講了 但是我覺得媽媽那個基因也是 遺傳滿好的 我猜一定多多少少有可能 那你有其他兄弟姐妹嗎 我還有一個弟弟 他有跑得快嗎 也是很快 真的喔 那你們家很適合辦什麼全明星運動會 因為我們全家族 都是運動員 太強了 對 全家 整個家族全部人都是運動員 大家有這樣出色的一個表現 是不是有沒有受到什麼 球探之類的一個關注啦 有 或是有自己的一個想說去挑戰 旅外看看這些 所以我現在滿後悔的 因為當時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有十幾個大爺盟球隊想要 挖我去國外打球 因為那時候當時 我自認也覺得我自己跑得滿快的 就這樣子而已嗎 自己也被自己迷到 還有打擊能力啦 對啦 靠腳層 刺騙殿下的意思 其實那時候有球探自己來找我 然後也有跟爸爸直接約去咖啡廳 都談 然後最後最後我自己的選擇是 我不要 想要留在國內 想要在國內好好地就打球 繼續發展就對了 但是我現在想起來 其實滿後悔的 父母親呢 那時候 決定嗎 他們都是滿希望我出國 然後說我爸爸 爸爸那時候其實有一點情緒說 你不要去美國 那我幫你去日本 然後我就說 日本 那我 更不想去 更不想去 我打定主意就是想要留在國內 我就跟大家一樣去讀大學啊 然後去職業啊 這樣 當晚必領要去職業 那時候 那時候 真的是一名很孝順的一個小孩 希望說 你很會救耶 嚇得不錯 是 是這樣子 因為說畢竟在國外 可能要常常見到父母親 可能會 想念家庭 對 在當時確實是 這樣子想 你也可能 顧慮到比較多是不是 比方說你去旅外挑戰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負面的想法 因為當時我覺得 我 我只靠我跑得很快 但是因為我身形是很瘦的 我自貧 覺得我根本沒有辦法在 國外跟人家競爭 那我可能去個兩年 一年 就又回來了 那我去幹嘛 我很成熟的一個這個想法 他想的蠻遠的 那時候 當時幾歲啊 就18歲 一般說大概這個年齡層 當然有這個 旅外的求他人來關注的話 可能是希望他 能夠去旅外挑 這個挑戰 基本來說的話 百分之百 就是說我要去 對 一定會簽這個合約 對 不然再給我一次機會 那我就是做時光機囉 再重新錄一下 是不是 可能不能再一次機會 我意思說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再 我知道 那如果 那現在還有機會嗎 現在可能年紀有點 他們想要找 比較年紀小的 現在 現在國外也都很流行 18歲就 在職業 打過 所以我後來我就 轉換成另外一種心態說 我在職業 我要入選 國際賽 然後 出國去打球 像我自己 去旅外打球一樣 就是轉換 在那個時候 轉換 現在稍微轉換一下 那你就沒辦法 這個 因為受到年齡的限制 想要用 其他的方式 當然就在能夠 在自己的國家打球 如果是有比較 穩定的成績的話 大概就是 能夠代表國家 然後為國爭光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到威臣這邊 都有這樣的一個 好的表現 那個時候 他加入到國訓隊的時候 因為是 停滯了比較長的一個時間 然後再去 從事他喜愛的一個運動 然後加入國訓隊 總教練 又是他老爸 對 那個時候你 這不一樣的場地 就說其他隊友 就想說 你因為 是不是你有老爸 當靠山 你才有這個 比賽的這個機會 其實我 我的 你們這個聲音 你說 國小國中階段 但是在 長大的時候 大家可能比較成熟了 就比較少 不會直接跟你講就對了 所以我遇到的那個 同梯都是同學嘛 都蠻好的 就是很愛跟我開玩笑 然後 也很愛跟我爸開玩笑 但是我跟我爸不開玩笑 真的喔 是比較嚴肅的嗎 他比較 對我比較 嚴肅嚴格一點 但是 他對 他其他的選手 都是每一個都是 像朋友 這樣子看到感覺怎麼樣 但是我跟他不會啦 我還是 偶爾會 蠻正常的一個互動 公私分明啦 私底下當然就是 父親啦 就像我常常在嚴格 就跟他一樣 對 哎呦 我怎麼了 一模一樣 真的喔 是有爸爸的個性嗎 就是 如果 他對 譬如說你對邵熙 蠻嚴格的 但是如果 譬如對我 我就是也要講 他對我嚴格 對 非常嚴格 超級嚴格 對 也是算是一個 算是比較 這個學員比較近的 這樣的一個 場上的時候 真的 他就是有罵 一個網輩 他會罵你喔 東哥會罵你喔 對 他好兇啊 在這個球場上 轉播的時候 真的喔 當然是要 現在可能比較少 說一些評價 評價他的 一個表現 但是接下來要講說 什麼契機 讓你真的到 職棒這個拳子裡面打球 當時是 因為在 威威達那一年 因為在 東哥的帶領之下 不敢當 應該的 在東哥的帶領之下 然後我們 打出不錯的成績 然後我自己的個人成績 也蠻好的 所以就 順著我本來就是 想法是去了一年 學習到更多東西之後 就去挑戰職棒 那也蠻幸運的入選 在 第13輪被選進去 忠信兄弟 進去之後 蠻煎惱的 因為我 我當時在業餘的時候 覺得我應該 蠻有這個能力 可以跟 這些學長去較量 可以在一軍的舞台 結果我一進去的時候 才發現說 哇賽 我跟人家 怎麼這麼強啊 怎麼每個人都這麼厲害 自己怎麼還差 怎麼都是在這個環境當中 怎麼還差這麼多 當然從這個加入之後 再比較之後 覺得自己的 準備的還不夠多啦 那當然就在加入之前 在業餘那段時間 不斷的給你加強之後 這部分有沒有給你 比較多的一個幫助 因為當時我從 外野手 再變到內野手 那時候心態轉變 學習到蠻多的東西 所以我在進入職業之後 我又一次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就又拿出 當時我在威達所學的東西 再趕快轉換 然後再遇到幾個 比較好的學長跟教練 都有帶領我 然後我才又轉換了一個 好像不太一樣的我 你會不會很明細就是說 在今天的所有的一個行程 本來原先是這樣的安排 突然間有一些變化 你是不是很明細 什麼意思 突然間行程改變 棒球員蠻奇怪的 譬如說我們球隊就有人 假如說我現在上男生嘛 上這個廁所 這個小便島 我上這個廁所我打安打 然後我下一次 我就要一直上這個 真的喔 很多 因為棒球是一個失敗率很高 我覺得他就是有可能 你跟貴人都只上從第一間吧 他不能被改變 你知道嗎 我沒有那麼龜毛 我主要就說比方說 我今天的行程表 就是一定有計畫說 早上7點起床 要吃東西 大概10點 大概8點做自主訓練 然後到這個 練到11點 然後12點吃午餐 然後睡個小午覺 如果突然間有變化了 就改變了我的這個計畫的話 我那天的心情就很不好了 真的假的 對 感覺起來你把我 怪怪的 好好這個 安排好的風水 你把我破壞掉了 就覺得那個 蠻多人有自己的 蠻多人就有自己的 有自己的妹妹哥哥 對 我是比較隨和一點 就想說沒關係啦 這個有人 我上第二個也可以 上另外一個就好 有很多就是說 比方說我們在賽前 然後就是練完球 就在更衣室那邊 換衣服啦 就是 等待比賽 我希望說 靜靜坐在這個角落上 然後去放空 不要有人打擾我 突然間有什麼 比方說有人打擾我的話 拍你肩膀 肩膀是還好啦 就跟我聊天 然後我就不想聊天啦 他就覺得我這個人 很奇怪 很奇怪 然後不是大排 就覺得 欸 脾氣不好 會這個樣子 威晨應該一多多傻傻 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真的還好 真的 我比較 我比較 別這麼說啊 無所謂 我沒有太大的禁忌什麼的 真的喔 太酷了啦 很多很多人都會有這樣子的禁忌 如果說 比方說你本來就原先 安排我的 今天比完賽啦 我要做一些放鬆治療保養之類的話 突然間有 時間上 這個的話就會比較 你看看是不是還是會有 什麼意思 是有別人喔 不是不是就是 因為我比完賽真的蠻累的 對 然後我又要應付明天的比賽 對 那如果我在過程中 我在治療或者是我在恢復的時候 是有被打擾的話 就是變成我不能做這個治療 不能做這個恢復訓練的時候 不能做治療很不開心 就就會滿滿反 因為身體會痛 對 比方說這個時候突然就說 為什麼這個時候我要請你做一些反彈 或者是那個 那我可以一邊泡水一邊跟你聊天嗎 不一樣啊 要配合球團的一個運作啊 或者是球團要關了 球團要關了 在家也不能自己泡對不對 因為那個冷熱就是 對就是在家比較難拿到冷冰的嘛 熱的可以 但是冰的比較難 還要自己泡另外一缸這樣 對啊 是每個選手都有他的那種 心中的那種潛規則啦 我對於這個恢復訓練 我就滿注重的 這很應該啊 如果沒辦法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可能就會覺得不太舒服 嗯 哇 這樣子我們今天也是小聊到了很多 就是球員背後的一些秘密 私底下的 看不見的 跟訓練啊 跟就是你們在休息的時候 都在做一些什麼事情這樣子 是 好 那我們今天 這樣子聊一聊也 差不多時間到了耶 對 最後還有沒有什麼話想要 跟大家說的嗎 或是東哥有沒有想要問他的問題 主要就是在這一次能夠 連續拿到這個總冠軍二連霸 然後你這個時候 最想要去謝謝誰 我 我蠻謝謝我自己的 我真的蠻謝謝我自己的 因為 我剛剛以為他講爸爸 我準備要哭了 沒有沒有沒有 嚇死我 當然要謝 因為你謝的人真的謝不完 那我真的蠻謝謝我自己的 因為我 其實我國小到高中是蠻順遂的 那但是 在大學之後 受傷完到現在 也沒有到非常非常的順遂 是 那我 我蠻努力在任何方面 心理方面 這一塊我真的做了蠻多 前置作業 才有現在這樣子 但是 我有一句名言就是 我永遠不會滿足自己的現況 對 所以我的成績 跟 東哥啊跟我爸啊 都還差很遠 差很遠 差很遠 但是希望我可以 加快你的腳步 對加快腳步 讚哥 是不是我們跟休息室聊到說 東哥是連續十年的最佳 沒有那麼多啦 快十個了吧對不對 差不多吧 差不多啦 對啦 九個半 有夠難的耶 你現在拿三個了對不對 三個最佳十人 我跟他老爸這個獎項加在一起 可能就蠻多的啦 對 那很難超越 還是很難啊 所以我就說加緊腳步 剩一個來拚啦 當然你有爭取 拿過很多的一個個人獎項啊 你有沒有其他想要去再爭取的這個 個人的成績 當然是希望可以繼續連敗下去 因為目前 那是球隊的 我說你個人的 比方說 金手號酷 喔 最佳 最佳 連續四年 三連續三連的 三雷手連敗 因為沒有人 沒有中止沒有三雷手 有四連敗金手號酷 真的 第一人 可以把這個障礙再拉更長 讓後面的學弟可以有機會再吐 一定有能力的啦 真的 有沒有想說去 能不能去嘗試一下 搶下這個缺德打王 如果我再胖個5至10公斤 我希望我可以 那不要你這樣就好了吧 不要啦 因為金手套你要連霸 對啊 這樣子感覺數都會有差的耶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威城 然後我們野球迷人房 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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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看那個 就投 棒球的姿勢要怎麼投 你說你這樣 你示範一次嘛 我看看 我幫你調整一下 我要加入這個OK 我要講說我要投變化球 就這樣子 其實一開始不用那麼的處理 不用 就其實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我想說那個應該是開球 要漂亮 你這樣是在開球不是在比賽 好啊比賽 那是在選美 就是在選美 好 花錢 花錢 開了齁 欸欸欸欸欸欸 有進入狀況了齁 我覺得 腳先輕鬆一點 輕鬆 再投手 很輕鬆 好 然後先球 要投之前 你球放進去以後 就在 要出手的時候才開始處理 不是一開始就很處理 你就太強硬 先鬆一點 就先放鬆這樣 然後就可以抬腳 這樣 既然丟球滿標準的 你是用什麼角度看起來很標準 其實因為很標準 球丟出去是不知道 你這樣站著就有姿勢了啊 主要上去就是他姿勢 而且我剛剛有 而且我內心細 因為每次都看暗號這樣 他是異眼 很鬆 欸這個有了 這個有加起來 就是一樣 很有很有感覺 乾脆 那個叫做乾脆 乾脆出去 然後就頭很爛 頭部 嗨 嗨 嗚嗚嗚嗚嗚 fonctionne